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你这个人 果然要钱要得理直气壮了 我是想重建暗网 你现在给我多少钱 我往后都会加倍风华 你看这生意做不做吧 既然没钱 就别坐这么好的马车 冲什么大个儿 你怎么说话呢 我们工资本来就是大个儿 这两款婚服各有千秋 本宫一时难以抉择 既要结为夫妇 不如 驸马帮我选一套 我就是用个排除法 这种事 和男人选的反着来就对 明日成婚 诸事繁琐 莫要给本宫丢人 一旦搞砸 本宫甚至不会给你跳糊的机会 而是直接沉默 放眼大下场 和同一个男人成两次婚的女子 也就是我本宫了 今次平月嫁于裴氏公子 百官相庆 举国贤文 尚成于天 昭告神明 李蓉 你总跟我说 你和苏荣卿这样的人 没有真心 只有自己 但不是每个人在朝堂之上 都能因为心中的不忍 感冒风险 所以 并不是说出来的话 就都是真话 有些话虽然看似玩笑 也不一定都是假话 例如呢 要是有下次 我还是会等到你面前 兄弟细强父子相争 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之事 微臣 十分羡慕你与殿下的纯粹感情 只是 不愿见其破碎罢了 不愿见其破碎罢了 你说哪有你这样的 成婚当日 却想着为对方谋划 与其他人的姻缘 你说咱俩这算个什么关系 要是殿下看得起我 可以 帮我当个哥哥 别 我可没有找哥哥的爱好 我们俩现在应该可以算得上 闺中密友的吧 闺蜜啊 晚安 闺 上官雅是最标准不过的 世家规格这种女子 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 不可能 不要浪费时间 矿销费都有本群 买单 大家随便吃随便喝 上官雅 我身为上官家的女儿 自懂事起 就做好了为家族牺牲的准备 更何况 说的未必就是太子 啊 没想到他 却会与这样的上司再度相反 我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我不想成为太子妃 你若和苏荣华走了 那上官室 就会成为 最大的笑话 母后可以答应你 只要确保雅儿是太子妃 你若有喜欢的 我来安排 若太子和上官家执意联姻 休怪朕 留不得他们 老杰 我的心里 关了一头猛兽 川儿心里的猛兽 究竟是什么时候 关进去的呢 是此时吗 可又是谁 我也要的 老杰 点击 小子 不可 想想是 老杰 好 小子